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日本公開賽男子單打的四強戰 台灣好手陳建安出戰日本小球手 炎野真人的比賽將要進行第三局 當然在前面一局 儘管陳建安是利用到一些發球搶攻的機會 幫自己拿下分數 如果再面對到炎野比較多變化的一個小球 還是打得不太習慣 對 那台灣的陳建安 應該要稍微 攻擊上呢 當然是強攻很有用 但是先觀察球的旋轉 特別注意 就是一個蠻所謂 紅色這一面的長角 長顆粒 蕭輝來的球 目前來講陳建安下網的機會太多了 又是出網 所以可以看出它的旋轉的質量 下線的質量是滿高的 0比2 陳建安的發球機會 對 1 2 這個在發球第三板的搶攻呢 也是陳建安最能得分的一個技術 一定要好好的掌握 沒錯 小心 小心 又是一個下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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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仁懷一個下線球 比平常的下線球 真的是轉得滿多的 好球 好球 雖然炎野真人呢 又是從防守帶為搶攻 陳建安有所準備 不過面對 炎野真人的發球 陳建安想要直接來搶攻 到目前為止 這個策略的成功率比較低 對 在進攻的運用上 對副蕭球的選手 拉球的這種 有時要很快 有時要很慢 這個當然一定要這樣去打 你一樣的速度 對蕭球選手 他是不會怕的 這個球很 這個彈到桌子的時候 可以看他的旋轉 他彈掉 就有所改變了 這個他的長焦 這個球馬上就改變了 對 跟陳建安預測的弱點 並不一樣 所以讓炎野真人 拿下了第五分 好球 是兩個同樣路線 對 兩個正手的 一個角度 陳建安追成了兩分差 還是用反手位的一個長顆粒 來讓這個陳建安拉球 還是碰到網子了 好 又是一個不轉的球 因為炎野真人呢 帶蕭球的正手 快要掉在地面了 要做一些改變 好 而且在這邊 陳建安自己也發生了 發球失誤 感覺是受到了一些影響 在發球搶攻 再次的得分 現在還是對於炎野真人一個 小球旋轉的判斷 陳建安並沒有辦法 做得太詳盡了 對 當然 炎野真人呢 有一定小球功力 那陳建安呢 這場球賽還是 進攻的機率是很高 又是一個下線球 再次的讓日本的選手拿下分數 直接的場共失敗 增加現在4比10 面臨到了對手的6個局末點 突然的白短 林野真人又是想要改变的 马上把球拍翻过来 反拍要带有进攻 这次被林野真人反攻得手 比数一样是11比5 林野真人连拿三局 目前陈将也面临到了淘汰边缘 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回来